华林社工所举办的青年移住活化示范计划 吸引了不少青年返乡及人才移居 而在第一梯参与计划的两名移居者 尤家荣还有林怡珍 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住点在接受眷村 透过日常间记录下细微的生活点滴 举办成果发表会 以生气气生我们在这生活的365天为主题 分享他们住住后和社区互动的心情 也带领观赏者可以看见新移住者 与老社区之间所激荡出的活化 生气气生我们在这生活的365天 是由尤家荣林怡珍两位注点创作家进行策展 展出两人生活在接受村一年半来的记录 透过文字影像手绘创作 结合社区产品情境布置等多元的感官 呈现出村子里的新生与历史 这边的过去是空军卷村 那对我们来说就是坐上时光机 就是我们很想要去理解空军的背景 可是很可惜的是 这边的已经都已经搬迁了 几乎都原住户几乎都不住在这里 所以我们只能靠用访谈 尽量找到人用访谈的方式去 看看这过去的生活样貌到底是什么样子 他们包含了非常多的一个感受 所以把这些感受都把它做为一系列的创作 所以我想跟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居民做了更多的一个串接 那我们更希望有更多年轻的文化 能够进到这里来 让我们这里的长辈的记忆 跟在地的年轻人 把它做更横向的联系 那我们在接受新村这里 也做了一个调研案 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报化妆基金 甚至得到其他文化部的支持 让这整个区块里面做一个重新的整理 变成一个大的园区 有更多青年文创的部分 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 经过一年半的在地生活 让爱上花莲的两人一口同声的说出回不去了 而这项展览的展期是从8月1号到8月31号 每个周末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在接受二阶8项25号展出 市长蔚嘉仙表示 未来将会持续向中央争取经费 休闪建物 让老旧社区有不一样的风貌呈现 也期盼透过青年移住的活化计划 进一步与社区融合 及时广义共创可发展的潜能 记者许丽琴 花莲市报导